一二,给宝宝未来,一定要尽早避免三个错误,改得越早对宝宝越好,很多女性刚当上妈妈的时候,都会关注一个问题,未来,未来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对于第一次当妈妈的女性来说,虽然知道母乳未养好处多,但在母乳未养的过程中,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妈妈们来看一看, 这三大母乳未养的错误,一定要尽了几个,01,将母乳放在冰箱门上保存,容易引发肠胃问题,有些职场的妈妈们,因为工作白忙,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,因此会提前准备好母乳放到冰箱里面保鲜,等到孩子饿的时候,就让家人家热喂个孩子,而孩子长时间喝了这种在冰箱里面保鲜的母乳, 是容易出现肠胃问题的,对于值得厂妈妈们来说,给孩子喂奶的确是个大麻烦,提前准备母乳冰冻保险,并不是说不行,但是要注意母乳在0到4度下,只能保存一个星期,并且在取出后千万不要过度加热,这样会使母乳出现养患流失等问题, 第二,妈妈的乳汁太细,没有营养,需要添加白粉补充营养,事实上,妈妈产后两周分泌的乳汁,未成熟乳,在泌乳过程中分前乳和后乳,一般前乳较稀,但蛋白质含量丰富,后乳较稠,脂肪含量丰富,脂肪含量丰富。 等待乳汁分泌,事实上,宝宝的第一口食物,应该是母乳,具有利于预防宝宝破迷,并减轻新生而黄胆,体重下降和低血糖的发生,并且宝宝越损失,妈妈的乳汁就下得越快,越不让宝宝损失,妈妈的乳汁就越不下。 新生儿宝宝出生三天之内,密切关注宝宝的体重,只要体重丢失不超过7%,发生脱水和低血糖的风险很低,母乳喂养是有很多好处,但是妈妈们一不小心,就会走入这几个误区。 妈妈们可以多关注一些母乳喂养的草食,让宝宝在快乐的设计中,享受到妈妈对她的爱。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,日儿也是一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课程。 这里有更丰富的日儿博点,更正面的和谱知识,更走心的日儿睡前故事。 我是百万妈妈的选择,目前从事日儿行业五年,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